我们刚刚在这个Drawing button of wave interference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到它的这个曲线它有画给你 然后以前的那些课本呢 还有那个考试呢 它很喜欢出的就是它画实线给你 实线是它的山峰 然后它没有画它的山谷边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可以有山峰跟山峰之间 这一些呢都是属于constructive的 这一些都是constructive的 就那一个山峰跟山峰之间 Double的那个山峰 这个是constructive的 这一些都是属于constructive的 这一些没有问题 所以我相信大多数的学生在这一种都没有问题 然后它的destructive是怎样的 就是空的跟这个之间 空的跟这个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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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十跟空之间 十跟空之间呢 它在这一边呢 它就是一个是山峰一个是山谷 然后它就会变成那一个destructive的了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除此之外啦 OK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还有就是说 哇这个我要画的话真的是没完没了 就是 就是十跟空之间那些都是属于那一个destructive的 OK好 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还有这一个 考试最常问的是在这一边 这个 OK 或者是它拿这个 这样 你就在这一边 你看这个其实它是constructive的 这些都是属于constructive的 为什么它是属于constructive呢 因为你就心里想 这一边它是它的山底 这一边也是它的山底 山底跟山底重叠的这一个地方 这个是它constructive 所以constructive constructive OK 所以这一些呢 紫色的这个是knock 然后chocolate这个是anti-knock 蓝色的也是anti-knock ok 所以我这一边的这一个 跟这一个是anti-knock ok a-n-t-i-n-t-n-ock 就是没有没有 就是有咯 然后过后呢 我这一个空掉的呢 是knock knock就是没有咯 没有咯 knock ok 就是这样